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今天这一期不想逼逼一路的是 当当当当 富士的X13这台相机 这是富士最近才发布的 大概是9月底 那我就拿到了 当然肯定是由我们的赞助商 我们的金主威鱼共享相机提供的 如果你们看完这个视频 对这台相机比较感兴趣的话 欢迎扫了个二维码 我们可以到它那里租来玩一下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这台相机跟其他的一些富士的相机 有什么区别呢 首先呢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这个造型啊 就相比于XT20 来说它就是一个偏旁轴的造型 那它可能更像X100F 或者是X Pro2 所以它这个取景器呢 是在侧面的 我个人是更加喜欢 这样在侧面的取景器 因为相比于XT20呢 你可以看到它的取景器 是在正上方的话 如果我用右眼去看这个取景器的话 那我的鼻子就会触碰到 顶到这个屏幕上 那么大家都知道XT20 它是一个触摸屏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 有可能会出现误触的情况 那使用X13呢 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我在用右眼看这个取景器的时候 我的鼻子不太可能会被机身挡住 它这个设计呢 其实就跟我经常用的 索尼的A6000-6300-6500一样 它是在侧面 第二个我喜欢这样的设计 是因为 那如果你从上面看的话 你会发现 X13呢 它的顶部呢 是比较平的 那XT20呢 因为它有这个取景器 所以说它是顶起来的 这个顶面比较平呢 这个好处 我个人体会的比较深 因为我有时候出去玩 就会带两三台相机 所以呢 假如说像XT20这样的 上面是凸出来一块的 或者是像索尼的相机 对吧 它前面吐出来一块比较大 那么我同时往这个包里塞 多个相机的时候 顶起来这一块呢 就会占用额外的空间 它们就会打架 产生冲突 不光是说 我把这个相机塞到包里 不太方便 那我从相机包里 把这个东西拿出来 也不是很方便 但是呢 X13它前面是平的 所以说 它整个相机是比较方正的 所以呢 直接把这个相机 放在包里面 是比较平整 不太容易跟别的相机打架 然后掏出来 也比较的顺滑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 这样的一个设计 但是很可惜呢 因为把这个上方的取景器 给移到左边了 所以说 X13是没有内置一个闪光灯的 不像XD20呢 它是内置了一个闪光灯 在某些情况下 假如说 你想一个紧急情况 需要补光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就 如果你没有带闪光灯 就会比较麻烦 但是呢 富士官方也提供了一个 像这样的便携式的闪光灯 那你 把这个东西插上去以后 那么它就是 可以像一个正常的闪光灯 一样进行使用了 这个附件呢 我个人觉得 非常的高 那么不像XD20 你的高度呢 没有那么高 假如说你的镜头比较大的话 这么低的一个高度呢 很可能就会被镜头打住 那么发现 画面的下半部分 是会有一个椭圆形的 没有被闪光闪到的地方 但是呢 这个便携的闪光灯呢 它的这个高度比较高 所以说 它就不太容易 被比较大的镜头打住 而且它本身体积也比较小巧 它是一个自锁的机构 你只要推进去 它就可以锁上了 还是固定的比较稳的 如果你想取下来的话 只要按住中间这个按键 就可以取下来了 还是比较方便的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机顶部分呢 那右侧呢 你可以看到这边也是 比较有特点的 富士的快门拨盘 它这个拨盘的手感呢 我个人感觉要比XD20好一些 XD20呢 它就是比较直 比较高一点 就摸起来感觉比较硬朗 但是呢 XE3它这个边角 有些倒角的切割 也比较矮 所以说摸起来的话 就会比较圆润一点 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这个手感的 那么下面 下方仍然是有这个自动 全自动的拨感 右边快门 然后包工补偿的拨盘 方式按钮 然后前后两个拨轮 我就稍微吐槽一下 这两个拨轮吧 就是我使用这么长时间的 富士的相机 发现这个拨轮的手感 还是比较偏软一些 相比于其他的相机 不管是索尼 还是松下的相机 都比较软 那么它的每次拨动的时候 它的间距 这种间隔的感觉 没有那么明显 但是呢 它这个拨轮是可以按下去 但是按下去 这个手感的感觉 又比较色吧 建成比较长 就感觉比较色一些 所以说 我个人其实不太喜欢 这样的一个手感 但是你要是用习惯的话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 然后我们看一下后边 那因为X13 左侧没有这个驱动拨盘 X-T20左侧有驱动拨盘 所以说X13呢 把这个驱动调整 做成了一个按钮 那么你如果想要更改 驱动模式的话 只要按下这个地方 你可以就可以通过这边 更改单拍连拍 或者视频拍摄模式 然后左侧是LCD和驱景器的切换 然后A1A2 AF2 然后Q-Menu 下方呢 这边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变化比较大 相比于X-T20呢 它下方是一个D-Pad 就是一个四个方向的按键 那X13呢 把这个四个方向的按键 完全给取消掉了 换成了一个摇杆 它跟X100F和X-T2一样 有一个比较像高端机的一个摇杆 那其他的你可以看到 因为这个D-Pad 以前是D-Pad上面的这个Menu按键 下面也是在X13上 也是移动到一个单独的按钮 包括Displayback按键和Playback按键 都是单独的移在这边了 这样的一个设计呢 我个人用起来感觉有利有弊 首先是通过这个单独的这个摇杆 我们在X13上 你可以看到直接通过这个摇杆来切换 对焦点是非常方便的 不像X-T20 你还要再按一个按键来切换 而且按中间这个按键你也可以更改 对焦点的大小回中之类的 很方便 但是呢 因为没有这个D-Pad 所以说你在操作菜单的时候 你就需要只通过这个拨杆来上下的调整菜单 那么相比于这个D-Pad呢 就是X-T20这个D-Pad 我个人感觉这个通过按键来上下切换菜单的话 会更快一些 那你可以看到 因为你按D-Pad的时候是上下的这样 所以说它的件程比较短 所以这样切换起来比较快 但是呢 如果你是用这个摇杆的话 你是要前后或者左右推的 你推的时候 这个速度就比较慢 这样波动的时候就比较慢 所以在菜单更改上面的话 我个人觉得是速度比较慢的 相比于D-Pad 但是我们当然也是可以用这个前后波轮 来快速的切换选项 或者是大菜单 这都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就是一个使用习惯的更改 但是我个人觉得这样的这个操作 如果你习惯了以后呢 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我个人觉得还是可以的 那因为它把这个D-Pad给去掉以后呢 所以说它控除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面积 那么你的手去持握的时候啊 这个地方非常非常的舒服 你就可以非常能够非常紧的拿住这个相机啊 不会有任何感觉松动的情况 就是感觉这个持握的空间感非常的舒适 相比于XT20呢 它因为这一块都是按钮 所以说呢 你就会拿起来比较别扭 也不敢就是完全放上去 拿起来比较别扭 这样感觉拿起来呢 就感觉有点掉的感觉啊 就是拿的不是那么紧啊 所以说换出来这个空间呢 我个人感觉使用起来还是非常舒服的 但是呢XT20呢 大家都知道这个D-Pad呢 其实是有一个快捷键的功能的 比如说我按上 它就是切换对焦模式 按下 它可以切换对焦点 就是说上下左右这四个按键呢 都是可以自定义的 那么在X13上没有这个快捷的方向按键 他们提供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方式来切换这个快捷菜单 就是X13呢 它这个屏幕是触摸屏 这边你可以看到 通过触摸屏 你是可以选择对焦点的 同时呢 他们提供了一个特殊的手势 就是你往上往下 往左往右滑动的时候呢 会调出不同的快捷菜单 比如说往上 它是对焦模式 往下 往下是ISO 往左是胶片 往右是白平衡 当然这些四个方向的菜单 都是可以自定义的 所以说它就是通过屏幕的这样的一个手势 来把这个D-Pad给换掉了 我个人觉得应该是复视 他们的一个新的UI交互方面的一个尝试 具体好不好呢 我后面会仔细的讲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菜单的东西 那因为菜单呢 都是复视的相机 所以说跟XT20或者XT100F XT2都差不多 那你们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我那个视频 那么重复的东西呢 我就不再讲了 我就讲一些XT13比较特有的东西 或者是我之前没有讲到的东西 首先是这个Q-Menu啊 因为它是本身是没有紫菜单的 你是必须要把这个指示器 波动到某一个选项的时候 波动前后波轮来更改 那么在XT13上呢 这个Q-Menu是可以进行触摸的 你可以看到 当点开的时候 它就可以弹出一个大的菜单 那XT20呢 它的Q-Menu就没有办法进行触摸 你可以看到它 虽然是个触摸屏 但是不提供菜单上触摸的功能 这个设计的一个好处就是 因为我之前吐槽过 在每一个选项呢 有可能这个内容比较多 所以你在向前或者向后波动的时候呢 你也不知道 它下一个选项和上一个选项是什么 这个我在之前那个 吐槽入门相机的操控的时候 有说过 那有了这个触摸的功能以后呢 你可以非常直观的看到 它总共提供了有哪些选项 你也可以直接的波动按钮 或者是用这个摇杆来切换选择 所以说这个操控呢 我个人觉得提升还是非常好的 我们就不用再说 我向前向后波动 它是什么选项 我都不知道 我可能要拨了一圈才发现 可能这个选项是我需要的 所以这个Q-Menu的 这个可触摸的功能 我个人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 当然因为大家都知道 富士对于固件的升级 比较的勤快一些 所以说这个功能肯定 以后也会在XT20上面支持的 因为XT20也是一个触摸屏 这个倒不用有什么担心 然后就是我之前 没有仔细讲的 这个前波轮的功能 这个前波轮在某些情况下 它是完全没有任何用处的 比如说你看像这样 你看我在波动前轮的时候 这个相机是没有任何反应的 你想要让前波轮有功能 就必须要在菜单里面设置一些 首先是你可以把它设置成更改ISO 在最后的扳手菜单里面 有个ISO命令波盘设定 你把它设定开以后 我在这个时候更改前波轮的时候 它就会更改ISO 如果你没有把命令波盘给打开 它就没有任何用处 你拨这个前波轮的时候 就没有任何用处 所以说你想要快速更改ISO的话 可以把这个命令波盘给打开 还有一个功能就是 我们上次讲过的曝光补偿 它这边有个C档 看到吗 这边有个C档 也就是说不通过这个 曝光补偿波盘来更改 而是通过一个命令波盘 可慢的波盘 在这时候 这个前波轮 它不是可以按下吗 在你按下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这个屏幕上显示 当前是更改光圈 ISO还是曝光补偿 如果你调整成曝光补偿的话 拨这个曝光补偿按钮 就可以更改曝光补偿 你可以在左侧这边看到 更改曝光补偿 再按一次前波轮 它就会变成更改ISO 这是更改ISO 再按一次 它会变成光圈更改光圈 因为我们现在用的这个镜头 它是有一个实体的光圈拨环 所以说在更改光圈的时候 是没有任何用处的 它只有在使用一些 没有实体光圈转环的镜头的时候 才有用 是比较坑的地方 它不会给你提示说 这个F到底是干嘛的 我当时研究了半天 不知道这个东西是干嘛的 后来看到说明书 它知道 原来是这边可以更改光圈 这还是一个比较坑的地方 然后就是我们屏幕上的滑动菜单 这个在最后一点 按钮和步盘设置 下面有一个功能按钮 可以看到 它这个屏幕上会显示向左 向右 向上向下 分别设定什么东西 这个你可以自定义都没有问题 然后是我刚才感觉 比较好玩的东西 就是应该是我发现了 现在市面上唯一的 一个厂商会做的事情 就是当你把相机垂直过来的时候 你垂直进行拍摄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它界面上所有的参数 全部都竖过来了 这是我感觉一个非常有用的功能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在进行人像 这种Portrait的模式的拍摄 假如说它不会旋转的话 你还要倒着脖子看这个参数 不是很方便 它这样垂直旋转过来以后 它这个参数 跟你的视觉的方向是一样的 我觉得这个功能还是比较体贴的 再如果你使用EVF的话 在EVF里面 所有的这些参数 也是会这样正向的旋转过来 它是非常不错的 所以到现在为止 X13这台相机 跟XT20或者是其他的富士相机的一些区别 我都已经讲完了 所以我现在就要开启吐槽模式了 我知道我的一些B站的同学们 非常喜欢看这一段 我们来看一下 我在这一个月的使用过程当中 碰到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首先我第一个要吐槽的地方 就是快装板的位置 你可以看到 这个裸孔 它距离舱盖太近了 它不是在正中的这个地方 它在很边上的这个地方 所以我上了快装板以后 假如我想换电池 或者是换SD卡的话 它就会把这个门挡住 所以这是我觉得一个非常不方便的地方 然后虽然这台相机 带了一个非常好的触摸屏 刚刚大家也可以看到它更改对焦点 但是它不是一个翻转屏 它不像XT20 对吧 它这个屏幕是可以这样 向上或者向下翻转过来的 所以在使用这台相机的时候 一些比较高的取景的位置 或者是一些比较低的取景的位置 比如前面有个水潭 或者是一个你不想蹲在那边 进行取景的地方 它这个固定的屏幕 用起来就非常不方便 这个东西就是你必须要使用 你发现 我原来在使用一个固定屏幕的相机的时候 会非常非常的不方便 你就必须要真的去用到 才能发现它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然后我再说一下它这个触摸屏 虽然它是个触摸屏 但是你可以看到 它这个触摸屏选择对焦点的速度太慢了 你可以看到这个屏幕的反应 我就不说跟松下比了 对吧 跟索尼的A9比 它这个触摸屏都比较慢 虽然说要比这个摇杆更改起来要快一些 那你可以看到通过摇杆来移动对焦位置 对焦点的位置也是非常非常慢的 但是它比这个要快一点 但是这个触摸屏反正反应不是非常的敏捷 尤其是比如说我在拍摄活动的时候 我想非常快速的想要把这个对焦点更改过来的时候 我会发现哇这个相机反应非常的慢 那尤其是比如说我拍了一张照片以后 我再立刻要想更改这个对焦的位置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这个相机就非常非常的不听使唤 你可以看到这个对焦点更改反应非常的慢 因为我拿这台相机第一次出去拍的时候 就是拍一个活动 因为现场环境 如果你拍过活动的话 知道活动现场都是比较混乱的 那么相机这个XE3的操作并不能跟上我的动作 所以我当时真的是非常恼火 因为我在拍摄了多张以后发现 这台相机XE3竟然有点死机的感觉 就是你按了几次快门以后 它的快门响应很慢 然后这时候在通过摇杆 或者是通过触摸屏更改对焦点的时候 它的反应非常非常的迟钝 所以这是我感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其次上我们刚才讲过 它这个触摸屏向上或者向左 或者向右滑动的时候 它是可以弹出快捷菜单的 但是在这个快捷菜单非常容易的误触 就是说你要如果是经常通过触摸屏来更改对焦点的话 就如果你一不小心的话 就会弹出这个快捷菜单 就是这个感觉非常的不好 就是你本来想要更改对焦点 结果它把你的对焦模式给更改了 这个是有点坑了 所以说我刚才感觉这个触摸屏 应该是我用过的所有的触摸屏里面 表现最差劲的一个 所以说如果你像我一样 就是对触摸屏有一些比较高的要求 或者更改对焦点有一些速度上的要求的话 这个触摸屏我个人感觉不是很好 当然你也可以吐槽说 我为什么要一个旁周的相机 为什么要用触摸屏呢 但是我就想说一台相机 它如果提供这样的功能 做的不是很好的话 我就应该吐槽一下 好吧 这就是触摸屏的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不像有些相机 比如说索尼一个相机 那么虽然说我们现在是在一个照片拍摄的模式 那在这种情况下 你如果直接按这个视频录制的按钮的话 它是可以直接进入视频录制的 就是你不需要再把这个切换到视频模式 然后再进行录制 你就可以直接在照片模式 就可以开始视频录制 但是XE3如果你想要切换的视频模式 必须要按这个转弯 你可以看到 它是这个视频模式 它是在最后一个 假如你不知道 通过上可以直接切换到视频模式 你还要从上往下 移到最下面 才能切换到视频模式 但是你可以从按上 它就可以直接切换到视频模式 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切换的模式 你可以看到切换这个过程 时间非常的长 有一个非常大的延迟 一个黑屏 这时候你才能开始视频录制 所以说我在使用这台相机拍活动的时候 因为它活动的现场要拍摄一些照片 同时要拍摄一些视频 所以这台相机用起来就非常的不顺手 你需要非常频繁的 去按这个Drive按钮来 切换照片的拍摄模式 和视频的拍摄模式 所以说这台相机 我感觉不是一个非常适合活动拍摄 就是操控比较快的一个现场使用 这个是驱动模式 我感觉反应比较缓慢的一个地方 然后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槽点 我要说一下 因为我刚才说过 我需要快速的切换照片和视频拍摄的模式 但是在你切换到视频拍摄模式以后 你可以看到 在这个机身上 它仍然是AFS单次对焦 也就是说它不像其他的相机 在你切换到视频拍摄模式的时候 虽然说你可能会选择AFS单次对焦 但是这时候相机会开启 全自动的视频追焦 也就是说你这时候 可以立刻进行视频拍摄 而不用担心它焦点没有跟上 但是复视的相机就非常的奇葩 你切换到视频拍摄模式的时候 它仍然是一个AFS单次对焦 所以说有时候就会发现 你拍摄了一段时间以后 发现焦都是糊的 不知道为什么 结果发现 你还需要再把这个东西拨到C档 你可以看到本来是AFS的 你还要把这个拨到C的 这时候它的视频 才能变成AFC连续追焦 假如说你这时候 想要切换回照片拍摄模式 你要先切DRIVE模式 这时候它会变成一个连续追焦 如果你想使用单次对焦 你还要再把这个拨感拨回到S 所以说这个过程 非常非常的痛苦 就是上次活动 经常切来切去 反正是用起来非常的不顺手 因为尤其是你在切换到 视频拍摄模式的时候 假如说你想要快速的更改 AFS的AFC 因为它前面一档是AFS 后面一档是AFC 在后面一档是M 所以如果你要忙切的话 你还要必须要非常精准的 切到中间这一档 否则的话你就会切到手动挡 这个还是比较坑的 所以我个人认为 它不是一个非常适合 活动拍摄的相机 用起来非常的卡 非常的慢 然后刚才反正切换对焦点 大家也看到了 包括这个切换照片模式 也看到了 所以说它这个 就不是一个非常操控 非常快的相机 你慢慢拍 可能没有感觉 甚至如果你在一些活动现场 环境变化比较剧烈的时候 那你这个快速切换 就要求比较高 那这台相机就 不太能够满足你的需求 然后我再说一下这个对焦 单次对焦的时候 它的对焦速度还是可以的 但是在AFC 连续对焦时候 我会发现 它不是特别能精准的 判断到 我对焦点的这个位置 假如说我使用单点对焦 我把对焦点移动到 人脸上以后 它在某些情况下 就会对到背景上面 而且是多次的对到背景上面 这个让我很头疼 那我刚开始以为 是因为这个对焦点的范围 选的比较大 但是我要把这个对焦点 选的比较小的范围的时候 发现它还是会 某些情况下 对到背景上 这个就让我比较捉急了 就是在AFC的情况下 它的这个对焦准确度不是很好 但是在AFS的情况下 它对到背景上 概率比较小一些 但是还是会对到背景上 所以说我觉得 这个对焦速度看起来很快 但是这个准确度 尤其是在一连串的对焦 你在回放照片的时候 发现很多张照片 都对到背景上的时候 会感觉非常非常的恼火 这个是我使用这个对焦方面 感觉有个比较大的问题 但是我有测试过 如果你是在这边电源管理 把这个性能打成高性能 这时候如果进行连拍的话 比如说这种拽物模式连拍 AFC对焦 这种拽物模式的连拍 这种多次连拍 我个人觉得 它的对焦准确度 还是非常好的 我个人感觉 可能要比A6300还好一些 这个是我之前用XT20的时候 我说过它的连续对焦 性能比较差 就是因为我这个电源管理 我选的是标准 没有选高性能 所以说它的连续对焦的 性能比较差 但是如果你选高性能以后 感觉还不错 这就是一个问题了 有些时候你需要高性能 有些时候你需要省电 你还要到菜单里去 切换这个东西 它为什么不能再 播到AFC的时候 就自动帮我切到 高性能模式 AFS的时候 使用标准模式 所以这也是 我觉得一个比较 奇怪的地方 但是刚才可以看到 连拍的8张每秒 速度还是挺快的 对焦挺准 而且它有一个好处就是说 你在连拍完以后 你可以立刻的进行回放 不需要等待它写卡 相比于其他的相机 比如说松线 或者佳能的相机 像这个价位的相机 都是没有办法 在你拍摄完以后 立刻查看照片的 那就更不要说索尼的相机了 索尼的6300拍摄完以后 你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 都要在等待它的照片 写入到卡里面 所以说 你就没有办法查看照片 但是富士的相机 我个人感觉 这一点还是非常不错的 你可以拍摄完以后 可以立刻查看照片 看起来还是非常好 当然这台相机也是 有4K拍摄的功能 可以看到支持23到29 那我有拿这台相机 跟索尼的6300比较过 它的这个4K 因为这台相机的4K 不是超彩样 所以很明显的 就跟索尼的6300比 6300它因为是4K 是超彩样的 所以说在一些画面的细节上 你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 6300画面 比如说一些衣服的纹理 比如说一些 比较细节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6300画质 会更好一些 但是我个人觉得 这个4K的画质 已经也很好了 我认为绝大部分人 应该都不太会在意 要比6300超彩样 差那么一点点的画质 我个人觉得 这个4K的画质 还是非常不错的 我也有跟松下的相机 比过4K的画质 觉得都差不多 都还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肉光的ISO表现 也是差不多的 所以这个4K的话 还是很不错 然后在4K视频的 连续追焦方面 我刚刚说过了 你必须要把电源管理 打到高性能这边 如果你打到高性能这边 以后在视频的 连续对焦方面 就不像我上次 那个视频XT20一样 就感觉对不上焦一样 它的对焦 我感觉还是非常灵敏 咬得非常准的 所以说如果你们 对于对焦有要求的话 一定要把电源管理 设置成高性能 然后我能再吐槽一点 每次我退出来 这个菜单的时候 它都会把菜单相过 重置到第一位 比如说我现在 进到这个菜单 对吧 我更改完以后 退出去以后 我再按按按钮 它又不到图像质量设置了 我每次都要调到最下面 这个我也觉得 是比较烦的地方 我不知道为什么 它要这样设计 别的相机 都是我在什么菜单的位置 我重新再打开的时候 它的菜单的位置 是会保留的 所以很奇怪 吐槽完相机的话 我们再说一下镜头 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在XE3上 挂的是 富士的243mm f2 这个镜头 这个镜头 是比较新的镜头 所以说它对焦码达比较好 对焦也比较快 但是其实价格还是比较贵的 我拿这个镜头 有跟佳能的 那个很便宜的22饼 虽然说那个22饼 价格最近涨上来了 反正我那时候 买22饼的时候 大概就是四五百块钱 五六百块钱那样子 那么我拿这个相机 跟EOS M6 挂22饼 22 f2那个镜头 比较过画质 我发现 这个比较贵一点的 23 f2呢 甚至还没有那个 只有几百块钱的 22饼的画质好 这是我比较出来的 我感觉 这个镜头的画质呢 并没有那个镜头好 然后呢 我有专门做了一期节目 是拿这个23 f2跟松下的 15毫米 f1.7 莱卡那个镜头比较过 然后我也是发现呢 画质呢 它是要比那个 莱卡的画质 有好一些的 但是呢 也没有好特别多 这是我对这个镜头 画质的感受 但是呢 这个镜头的整体做工 还是非常不错 光圈团圆的手感 还是非常好的 感觉就是看起来 也很漂亮 但是呢 画质我感觉 可能在这个价位来说 可能对于富士用户来说 这个价位 对于他们来说 可以接受 但是你跟其他的相机的 厂商镜头画质比较过以后 你会发现 这个镜头的性价比 还是比较低的 然后呢 是刚才我想大家 应该也能看到了 这个富士的50毫米f2 这个镜头 那这个镜头呢 是相当于 转换出来 这个人像的焦段 那等下75毫米 那我也拿这个镜头 去跟索尼的 50毫米OS S F1.8这个镜头 拍了一期节目 比较了一下 然后我发现 这个镜头呢 在绝大部分的情况下 跟50毫米 F1.8 OS S 这个镜头 开的F2光圈的时候 画质是差不多的 但是也有极少的情况下 它可以画质表现的 比较锐利一些 感觉这个发丝更清楚 但是呢 你要考虑到 这个镜头呢 在二手市场上 价格呢 就接近3000块钱了 索尼那颗50毫米 F1.8 OS S 二手市场上 现在大概也就1000块钱 不到 而且那颗镜头 还是带 OS S光学防抖的 这个镜头 还没有带光学防抖 所以说 你在拍视频的时候 因为富士的机身呢 都是不带防抖的 所以 我可以放一段视频呢 我是跟50毫米OS S对比 你可以看到 因为没有防抖呢 所以说 我在同时进行拍摄的时候 我的左右手的 这个抖动的幅度 应该是一样的 但是 因为50 OS S 有光学防抖 所以说 它的画面会 非常非常的稳定 但是呢 这个50 F2这个镜头 没有光学防抖 所以说 拍出来的4K视频的画面呢 又因为 这台相机4K的时候 它的果冻效应比较强烈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画面的 这个抖动呢 非常非常的厉害 而且这个抖动是 不太容易 通过后期来进行修复的 所以说 如果你想买富士的相机 来拍视频的话 可能你的这个防抖的措施 要做的比较好 比如说上一个稳定器 或者是 直接在三角架上进行拍摄 你手持拍摄的话 除非你有一个铁手 但是大部分情况下的话 这个画面 还是抖的比较厉害的 所以 虽然这两颗镜头都比较贵啊 但是你可以看到 它前面的标志呢 写的是WR 这边也是WR 也就是说 这两颗镜头呢 是有这个全天候的 防沉防滴的设置的 假如说 你有这种户外拍摄 经常会在大雨天拍摄的这样的需求 或者是在一些风沙的地方 或者是环境比较恶劣的地方 那么这两颗镜头 还是比较值这个价格的 但是呢 你像我这种人 绝大部分拍摄的情况下 都会到比较安全的地方 那因为我大部分都拍妹子嘛 你不可能让妹子在那边 又是风沙 又是雨的 对吧 所以说 如果不使用这样的 防沉防滴的功能的话 这两颗镜头的性价比来说 就没那么高了 当然富士用户可能觉得 自己物有所值 那我也没有办法 但是呢 如果你使用富士的系统的话 你是没有一个 比较便宜的镜头的选择的 就是说 你不需要防沉防滴的性能 但是你没有这样的一个选择 一些比较廉价的镜头 就比较少 所以呢 其实我个人觉得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 这两颗镜头 其实不是特别划算 然后呢 还有一颗这样的 富士的56毫米F1.2 这个镜头 相当于一个人像焦段的镜头 这个镜头啊 还是比较贵的 大概五六千块钱的样子 我有专门 有一期节目拿这个镜头 跟索尼的 比较过 那因为大家都知道 富士的相机是APS-C换幅嘛 所以说 它虽然是一个F1.2光圈的镜头 但是呢 它要乘以一个1.5的 间距转换系数 也就是说 它相当于一个 全换幅的84毫米 F1.8光圈的镜头 所以说它其实 从等效上来说呢 它是跟索尼的 这个85 1.8是一样的 那我有专门 带过这两个镜头出去试拍 甚至呢 我还有带上 松下的这颗 42.5F1.2光圈这个镜头 我们三个镜头 都是等效人像焦段 85毫米 那比较一下 它们在光圈全开的情况下 的那个画质的水平 包括这个背景虚幻的程度 那反正大家到时候 可以看一下那个节目 但是我个人觉得的话 这两颗镜头的性价比呢 都不是很高 大家都知道 这个松下的 这个交际转换系数是2 所以说 42.5它相当于一个 85毫米F2.4光圈的镜头 这个是84毫米F1.8光圈的镜头 这个是索尼 这个是85毫米F1.8光圈的镜头 所以呢 这个镜头5-6000块钱 这个镜头也得五六千块钱 比它光圈更大 跟它等效的焦段 但是等效光圈更大的一个 85毫米F1.8呢 大概也就是3000多块钱吧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 光圈更小的镜头 因为这个画幅尺寸比较小 所以说还是比较吃亏的 画质方面的话 我就不卖关子了 具体想看的话 大家可以到时候 仔细的看那个视频 但是我这边就给大家讲 画质最好的 肯定还是这个85毫米F1.8 你可以非常非常明显的看到 这个搭配索尼的 全后幅的相机 在拍摄的时候 在光圈全开的情况下 它所能获得到 这个细节是非常非常多的 但是呢 这个富士的F1.2 全开的时候 这个就有一点点肉 一笔就能比较出来 这个细节度 不是在一个等级上的 那么跟松下的42.5 F1.2比呢 我个人觉得 可能说差不多吧 在很多情况下 我个人觉得可能 松下的这个镜头 还更锐一点 虽然说现在用的是 G85这台相机 它只有1600万像素 但是它拍摄出来的照片 这个锐利水平呢 还更好一些 反正就是这个56 1.2这个镜头的一个 使用的感受吧 具体的画质 反正大家可以到时候 看内积极的节目 但是我觉得 这个镜头五六千块钱 买回去 实在是有点不划算 所以说 总结下来呢 就是 X13这台相机呢 看起来非常的美好 但是我个人用起来的话 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比如说 它这个触摸屏 误触的问题 触摸屏反应比较慢的问题 包括切换 抓据模式 包括里面菜单的一些实用 包括镜头没有防抖 比如说镜头的画质 比它价位可能只有几分之一的镜头 比差不多 虽然说它提供了 防尘防低的功能 但是你要想 我拍摄了这么多东西 我也没有遇到什么 大风沙大雨天 对吧 我也不太会在那种天气出去玩 所以说 对于我来说呢 这个强加在我成本上的 这个附加值呢 可能意义不是很大 但是呢 你也没有更便宜的选择 所以说 对于我来说 富士的这样的一个镜头的组合呢 评价比不是很高 包括这个561.2 虽然说价格很贵 虽然说可能一些富士党 吹它吹得比较牛逼 但是呢 跟价格只有它一半的 全化幅的镜头比 画质还更差一些 所以说 怎么讲呢 这就是为什么 我不买富士相机的原因 我觉得 纯为了这样一个外观 去掏这个价钱 你获得的东西呢 性能还没有 价格更便宜的东西 性能好 这个不符合我们 这种当程序员的价值观吧 我们肯定是用最少的代价 可能获得最大的价值 大概就是这样的感受吧 如果你是 确实比较喜欢富士相机 想买来把玩一下 因为它确实这个机身上 这些按键啊 波轮啊 转盘啊 用起来非常的舒服 那么欢迎你到我们赞助商 位于共享线机这边 租一台来玩一下 扫屏幕上这个二轮码 或者是到下面的评论区 去找一个链接 都可以 因为毕竟 性价比这么低的东西呢 你不提前试一下 买回去以后后悔 就不好了嘛 对吧 好吧 这期节目就到这边了 然后后面有很多对比的节目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到时候我们 可以一起来看一下 好吧 就这样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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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